一年一度的中华之邦颁奖典礼 在11月13号盛大举办 球员们在球场上 努力奋斗了一整个赛季 许多表现结束的球星 也对这一天获得大大的奖励肯定 而今年也有许多好手 都是生涯首度获奖 上台领奖 包括紧张和兴奋的心情 全写在脸上 而在他们的心中 也有许多话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第一次应该算是一个开始吧 往后也是会继续去努力训练 得到最佳球员 就代表我还有很多东西 可以去努力去加油 那希望明年拿到更多的 别的奖项 谢谢家庭团队 因为自己在手配上摆 就是没有很突出嘛 很开心能够拿到这个奖 应该是对我一个肯定 力力很大 因为以前自己像刚才的身材 没有像你像那么的壮硕 我很努力地在季后 或是季中上面的重量训练 以及大器训练方面 做了很多的努力 所以能够达到 今年这个全军党 我很爽 因为我做到 我真的做到 辛苦了一整年 然后得到道理王这奖项 其实真的蛮谢谢自己 自己的身体 还有自己的心理 其实这个奖项 跑到后面的时候觉得难度很高 当初上班季跑完的时候 下班季开始知道说 可以争夺这奖项的时候 把目标是定在 希望可以超越大地区 把目标定高一点吧 但是后来就发现说 真的很困难 可不可以为了九年吗 十年 没有人跑到四十道 有机会可以跑到四十道 其实真的很开心 年度最佳新人 统一7-11师队 施子谦 恭喜施子谦 拿下了年度最佳新人奖 我们欢迎施子谦上台 直报二十九年的 新人王之争 最后统一市的投手施子谦 期待老女狗团的 强打少年廖建復 以及投手林春哲 施子谦把握住一辈子 唯一一次挑战 新人王的机会 拿这座大奖抱回家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 因为有入围三个人 然后两个 一个是我同学 然后学弟又是 表现成绩那么亮眼 所以我真的没有想过 说我今天可以拿到这个奖 心中就跑出了很多画面 可能以前一直觉得说 静止棒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那时候刚叫到女生 就觉得好像做梦一样 怎么可能都是我这样的 就觉得一路走过来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拿到这个奖 算是值得 很开心啊 但是就 他的室友一样 因为觉得拿到这个奖不容易啊 当你有成绩的时候 他感觉希望安爸给你看到 就觉得很可惜 希望可以在保卫我 接下来的成绩 可以越来越好将生意 这个人在 Lamigo 郭勇为 Lamigo Monkeys 郭勇为 恭喜郭勇为 拿下了年度这一家进步奖 我们恭喜他 年度进步奖 可说是各界讨论度 最高的一个奖项 今年大放异彩的王威臣 表现脱胎换骨的左头江晨彦 以及熬了八个赛季 在今年打出生涯年的郭勇为 都具备获奖条件 竞争相当的激烈 最后Lamigo团的内野手郭勇为 脱颖而出 拿下年度最佳颈部奖 今年当然是很亢奋 就是在这八年以来的 辛辛苦苦 终于被人家看到 前几年都是 一直在二居磨练自己 想办法突破自己 今年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成绩 我要感谢我家人 一直在背后支持我 叫我不要放弃 也要感谢我们的教练 他给我一些鼓励 说你有这个条件 你要好几 你不要把当初 你最热情的东西给忘记 颁奖典礼压轴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要颁发年度MVP的时刻 Lamigo团的陈俊秀 力压队友王莫容 以及富邦汉将的胡金龙 抢下年度的最大奖 加上陈俊秀拿下了打击王 以及最佳九人的一雷首奖 也成为了颁奖典礼上的 最大的奖 还蛮开心的 对啊 因为之前都柏龙在打 所以今年有这个机会 可以跟柏龙 还有孟金龙学长一起竞争 感到很荣幸 其实还蛮想要得到这个奖 但是自己又不敢去 太想要过于就是 一定要这个奖 助人挣扎 年度MVP我觉得 它意义是在于一阵年吧 我一阵年就是辛苦打下来 然后成绩 然后有被肯定到 就觉得从去年开始准备到 今年的球技 这辛苦都已经值得了这样子 特别穿了一个蓝色的西装 大概瘦了十公斤 哦 把它弱都藏得很好 我觉得他们三个穿得还蛮帅的 应该是人帅所以穿得蛮帅的 那志豪跟卫生就还好